投资朋友圈助理你的投资决定 欢迎回来 这节回来我们首先进入到嘉宾见股环节 今天KK为大家介绍的这支个股是吉利 我们来听一下KK最新的解读 没错 最近整体的汽车股有不同的消息 不但只是不同的部位 说会用七七消费来令到内地的经济会有增长 还有有一些地方的政府开始会有一些不同的报取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是拉动整体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消费模式 所以我觉得因为之前他们几个月的销售情况不是太理想 应该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好消息 会帮助我们看得比较 七七股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一个是吉利 之前也是说过 他们会跟Volvo 他们的吉利母公司会有一些重组的状态 如果我们之前看吉利是相对一个高位 12块或是以上的那个消息的话 就是说这个重组的消息也没放在现在的股价当中 所以中场线我觉得吉利是众多的一些汽车股最有机会的 当然我们也会觉得其他的汽车股在往后的表现可以再做好一点 那我们看到吉利最新的报价是11块7 今天上涨的幅度是上涨0.68%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期待的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刺激 包括和沃尔沃方面的这些合作 但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之下 到底大家还真的有没有钱去买汽车 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令市场人士会比较担忧呢 我觉得真的是经济亏比较差 但是可以一问一问自己最近 你的人工有没有减少 你是不是受到公司裁员 在内地我觉得短线没有这个情况 只是说他们有的钱占不回来 但是对他们口袋的钱没有减少 所以消费亏还有能力的 如果再往后有一些地方政府会 因为之前发改委也说过 地方政府他们看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补贴 那个补贴会吸引到一些真的是要矿车的人 因为之前内地汽车的国标会有一个改变 所以他们有一个必须在今年不换车 明年也要换 它一定的换 如果不是呢 他们却永不到 所以这个宝贴我觉得会大动他们的需求 所以就算是短期的经济的消息不是很差 会有一点差 但是呢 对他们的消费的能力 现在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如果消费能力不太大的话 可能对于这个疫情来讲的话 对汽车股也确实会有一些提振 因为大家可能不愿意再去搭地铁 因为觉得人很多 可能都是想要换一部车 或者一个家庭本来有一部车 现在要多加一辆车 大家上班都会比较方便 会安全一点 可能在这个方面去思考来讲的话 也许对于这个汽车板块 会有一定的一个带动 说完了这个吉利汽车呢 我们也是来跟大家review一下 上周KK为大家介绍的这支个股亚生活 经过了一个礼拜的一个洗礼 那您的观点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 也差不多今个星期三 也是到了那个目标价了 所以当那个目标价之后呢 我们要小心一点 因为也是一个左立的位置 我觉得中长线呢 我对它的业绩的期待呢 也是有 因为它真的从那个全面报表 我们可以做得非常的好 最近呢 它的股价的基金流也是转强了 但是没有扩的 我觉得要先等一等 因为它建了高位之后呢 短线如果是在20天 先找到这个资产的话 我觉得再报取呢 也可以 还可以先留意这个地点 那最新的报价是34块9毛5 KK上周给大家的这个目标价 是33块8 其实已经是突破了之前的一个目标价 那如果我们再上设一个目标价的话 您觉得说短线大家可以看在什么样的位置 短线呢 再从头34块呢 应该没有想象那么快 但是呢 中长线呢 我觉得目标价呢 如果从今年去看呢 我是放在45块的一个水平 所以当我们下一波有一个机会 在33左右的位置在吸纳的话呢 下一波应该看34块 或是以上的水平做目标 今天上涨的幅度是2.79% 如果是到了33元前的话 大家也可以考虑部署 然后呢 下一步的这个目标价 就是在37元左右 如果要是长线一点的话 KK也是说可以见到这个45元的位置 可以说这些这个物管股 在这一周的一个当中 我们都会看到表现都是比较强劲的 对这个板块是不是 未来也是持续看好呢 当然是 因为他们有两个点 我们担心经济的衰退 但是他们的收入是稳定的 还有呢 我们看到是那个 马申国和其他的物管股呢 在今年呢 他们做了一个分红的一个动作 那个动作呢 就是说他们大部分呢 差不多有一半是拿出来分红的 就是说他们赚的钱 也多 他们的分红的金车也是好 最重要的他们收入经济影响会比较小 所以今年呢 就算我们会担心一些经济的收据等等 只要你住在那个物业里面 也需要做那个物管的服务的话呢 他们的收入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整体今年呢 我觉得他们可以再看好一点 但是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好像是 这个星期 当有其他的股份 他们会要 投资者可以去买了 他们的股值 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 短线呢 他们会走弱一点 但是呢 当他们有回套呢 中产生包取呢 其实全能把握 我觉得这个板块也是可以持续的看好 大家看到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板块也是持续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也是想问一下KK 我们以上聊到的所有股份当中 有没有哪一支是您所持有的 那也没有的 非常感谢KK带来的分享 我们下午两点半 再和大家相约在投资朋友圈